在这里大家可以呼吸富含超高富氧磷子的氧气 文化箱 金鸟鸣 泰西水潺潺 全身心的置身于大自然当中 在优美的自然环境里 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世界级的建筑大师 来打造我们的建筑空间 目前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的白鲁湾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邀请世界著名设计师 藤本壮介先生来主持设计 这些都是我们文化中心的实际照片 设计师在整体的设计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的设计理念 将自然建筑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图上所标识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白鲁湾正在建设的森林一万元 这个是森林一万元的设计图纸 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建筑设计像中国的简纸艺术 非常地薄 而且跟周边的自然景观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在大自然中给孩子们打造一个游乐场 这些都是森林一万元的效果图 图上所标识的这个位置是白鲁湾正在建设的古之教堂 这个是古之教堂的设计图纸 建筑位于山谷当中 这是古之教堂的整体实际上效果 建筑层高35米 为了不与周边的自然景观发生冲突 设计师将建筑埋入山谷内11米 从来就出现了这一张效果图 那与刚才的森林幼儿园 在空间设计上完全不同 森林幼儿园是最大限度的接触自然 而古之教堂呢 是打造了一个宇室格局的空间 一个与心理对话的空间 在现在标识的位置呢 是白鲁湾正在建设的孟之美术馆 现在是美术馆 是建筑中的 在优美的自然环境 和世界级大师所打造的建筑空间里面 白鲁湾打造了自己的大地艺术 那您现在看到的都是早期的大地艺术作品 大地艺术不同于传统的绘画雕塑艺术 那您现在看到的这几部作品呢 它是在自然的空间里面 用自然的商食 果实 树叶打造成艺术品 那这是现代人文类的大地艺术品 艺术家通过在自然的空间里面 做相应的艺术品 带领人们换一个角度来认识自然 白鲁湾也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地艺术家 来参调我们大地艺术圈的建设过程中 在这样一个自然和艺术的空间里面 我们还为大家打造了 游购鱼 石柱 商学琴等功能空间 挽足大家人文旅游的要求 那由包括我们的大地书公园 芥图公园 童话公园 香草公园等 现在所标示的位置呢 是我们的火车公园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火车公园的实景照片 那在这里呢 我们有两辆来自上个世纪的蒸汽火车 在火车上我们还设立了一些火车餐厅 火车旅馆 旅人酒吧 除了江湖美食和美景 那在咱们现在位置的哪一侧的位置呢 是我们正在建设的童话公园 这是我们童话公园的实景照片 白鲁湾邀请了台湾的绘本师 根据自身的特色打造童话绘本 这是我们正在制作的绘本图片 我们的绘本将在全国进行发售 并且配置你们的内容 打造白鲁湾童话公园 在白鲁湾我们有自己的文创产品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购买到你喜欢的各种作品 目前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我们的山盖山小剧场 那您现在看到的图片 是在我们这边举办的 儿童剧演出的现场照片 还一开始我给大家提到的 汪世宇老师也将在这里 为大家呈现一场时尚现代版的 昆曲的经典曲目 牡丹亭 在白鲁湾我们有自己独具特色的 饮食文化 新剧场的北侧是我们的 柴霜窑烤面包房 白鲁湾窑烤面包房 邀请了台湾的艺术家郑先生 和风空之心手作网严格制作 在这里呢 我们是源自欧洲最古老的 面包制作工业 在白鲁湾歇悟我们的醇香美食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自己的有机潮餐厅 果车餐厅 旅人酒吧 音乐商口广场 紫围咖啡厅 等等一系列的饮食服务 你现在所看到的是 这是白鲁湾正在规划的部分客房的分布图 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人文空间 吸引了众多的企业将白鲁湾作为自己的产品发布基地 吸引了众多的影视剧组来白鲁湾进行拍摄 那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我们这边相应的活动和影视剧拍摄的现场照片 在白鲁湾我们有自己的学术体验基地 南侧是我们的大乡马术俱乐部 马匹荷兰的黄虾跟血马和福利西兰马为主 在这里马术不再是表演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同时白鲁湾拥有自己的婚纱摄影基地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马主提婚纱摄影 高尔夫主提婚纱摄影 火车主提婚纱摄影 同时我们也提供了教堂等一系列的灵性空间 满足大家情感交流消费的需求 以上呢就是我们白鲁湾大技术村的基本情况 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 基本就一定成功了 谢谢